在东风本田思域的官网上 厂家宣称 时代思域外形前卫犀礼 时尚动感 尤其是其搭载的 Turbo涡轮增压发动机 为驾驶者带来 一网无前的加速快速 龚先生也是因为 看中了时代思域 宣称的优越动力性能 才下决心购买的 龚先生是一名汽车发烧友 尤其热爱改装车辆 了解到时代全新思域 由原来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换成涡轮增压发动机后 龚先生果断出手了 九月份开始想买这个车 去了差不多五六家赛子店 大家统一加价都是五千 要是要等车 等上一个月两个月 2016年十月 龚先生也提到了一辆 全新时代思域 当他拿到车后 他发现自己买的这辆车 并非有想象的那么好 软厂低配的这个鲁素灯 基本在晚上 如果是路灯不是很亮 或者没有路灯的情况下 这个灯就跟别的车的 室宽灯效果差不多 后游家开口 它是里面大 但是口特别小 如果你是放大行李箱的话 是放不进去的 因为下面卡住了 你拐过去 内饰还是比较低点 这就是龚先生 加了五千元购买的 全新时代思域 龚先生说 原厂鲁素灯太暗 严重影响夜间行车视线 后备箱也布局不合理 外部太小 导致稍大的行李箱 无法放置 我们连续采访了 多位购买时代思域的车主 大部分车主表示 之所以当初会选择 购买时代思域 正是因为看中了 它的动力性能 汽车屏中屏 期待您的关注